刘涛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作为娱乐圈中的豪门贤妻 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心中正能量的代表 嫁入豪门之后 刘涛还没享受到豪门带来的好处 丈夫便因金融危机破产 并且还留下了天价债务 而刘涛不但没有大难临头各自非 反而是用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和能力 帮助丈夫还清了四个亿的外债 那几年 刘涛被网友们评为娱乐圈劳模拍戏机器 但是近期不知为何 关于刘涛的各种流言蜚语层出不穷 瞬间席卷了整个网络 有传言称 刘涛曾经为了上位和制片人发生了超友谊关系 甚至还和某已婚男星组成了剧组夫妻 难道刘涛也要塌房 他的嫌弃人设还能立得住吗 虽然关于刘涛的爆料并没有实随证据 但是无风不起浪 从刘涛的往事中便能发现端倪 当年刘涛和金城四少之一的王科 相识仅仅二十多天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并且根据传闻 刘涛和王科领证之前 和他的设计师前男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当时的网络上谣言四起 说刘涛为了金钱不要爱情 为了嫁入豪门 不惜抛弃相恋多年的爱人 其行为之无耻令人发指 但是婚后的刘涛却用行动证明了 自己并不是阴历忘义的小人 那时的刘涛是圈内妥妥的顶流 每年的收入不在少数 但是在婚后却甘愿为了老公 放弃娱乐圈的大好前程 他会亲手为老公煲汤 会在老公失落时安慰 会在老公开心时分享喜悦 刘涛和王科的结合 让无数人羡慕不已 在刘涛为王科生下了一对可爱儿女之后 更是让刘涛坐上了豪门富泰 王家主母的宝座 但是在刘涛还没有开始尽情享受的时候 现实却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瞬间席卷全球 让王科一夜之间从富家子弟变成了富家子弟 数百亿的资产在一瞬间化为泡沫 甚至没有给王科一点反应的时间 在王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 已经背上了数亿元的负债 而刘涛也是看着老公为此伤神而无可奈何 俗话说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就算此时的刘涛选择了单飞 也是人之常情 凭借着在娱乐圈中的影响力 照样可以衣食无忧 然而刘涛并没有这样做 他看着自己的丈夫日益消瘦 甚至因为这次打击变得一蹶不振 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心中做出了决定 他不忍心自己的丈夫这样颓废下去 更不忍心让两个孩子从此失去母爱 所以面对数亿元的债务 刘涛没有退缩 更没有离丈夫而去 反而走上了一条替丈夫还债的道路 刘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付出娱乐圈 他深知自己的优势在哪 那几年他一心扑在拍戏上 无论是什么剧本他都不放过 本应在豪门享受生活的刘涛 完全化身为拍戏机器 一年时间整整接了18部戏 他的身体和精神也同样处于崩溃的边缘 虽然那时的刘涛几乎全年无休 一直处于高负荷的状态下 但是在偶尔回家的时候 却表现得非常轻松 他的艰辛从没有带给丈夫和孩子 甚至还不断地安抚自己的丈夫 他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没事的 会过去的 我们一起 短短的几个字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他付出之后拍的第一部戏便是贤妻 而刘涛替丈夫还债的消息 传到外界的时候 人们都说 原来他不只是在剧中饰演贤妻 在生活中更是一位 值得所有人尊敬的贤妻 而刘涛为了能够让丈夫王柯 换一种心情面对生活 缓解丈夫精神上的压力 甚至还将王柯也带到了荧幕中 在刘涛不知疲倦的 宛如机器一般的高压工作下 终于在三年时间里 帮助丈夫还清了四亿元的外债 不过 王柯并没有因此 对刘涛感恩戴德 反而在为刘涛的奋斗感到不爽 王柯在一次醉酒之后 口无遮拦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戏子赚钱就是轻松 当时刘涛的笑容瞬间便凝固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出于什么 说出了这句话 要知道 古时候戏子被称为下九流的职业 戏子是对演员最大的灭称 但是刘涛也并没有惯着王柯 愣了一下之后回对道 那大少爷现在还不是要靠戏子生活吗 虽然当时刘涛的语气非常平淡 也并没有用太尖锐的语言 但是结了婚的男人都知道 每当媳妇用非常平淡的语气 跟你说话的时候 就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王柯也不例外 刘涛的话让他的醉意 瞬间便清醒了大半 随即便不敢再随意开口 其实王柯说出这样的话 并不出乎意料之外 因为曾经的王柯也曾是一名知名富豪 明星对于他而言并没有多么的高贵 他的骨子里其实是看不起一人明星的 虽然他娶了刘涛做妻子 但是还是难以改变他心中的观念 所以才会在酒醉的时候 忘记帮自己还了四个亿外债的妻子 也是他蔑视的一员 不过好在刘涛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王柯知道现在的美好生活全部依赖于 他的戏子老婆不眠不休的付出 虽然这句话只是酒醉之后的无心之言 但是却被有心人利用网络舆论不断地放大 一时之间 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舆论向着王柯席卷而来 到处都充满着王柯配不上刘涛的言论 甚至有一些比较激进的网友表示 如果没有刘涛拍戏帮你还债 说不定现在你已经在天台上了 毕竟在网友们眼中 当初的刘涛既有颜值又有演技 他可以选择的路有很多 但是为了王柯 他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道路 在这个前提条件下 婚姻再出问题 显然就是王柯自己不懂得珍惜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曾经那个替夫还债的贤妻刘涛 身上竟然爆出了诸多问题 甚至还被爆出技术很好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或者说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难道刘涛在公众面前 在丈夫面前那么多年的形象 都是通过完美的演技伪装的吗 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中 美女明星的私生活 一直都是广大网友们的快乐源泉 而一旦传出绯闻 对于女明星而言 就像是一张撕不下来的标签 近期生活事业双丰收的贤妻刘涛 突然被爆出了各种黑料 而且这些黑料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刘涛的认知 让人直呼不可思议 其实细细想来 这些黑料的起源也是老生常谈 甚至可以追溯到2016年 当时中国第一骨仔卓伟爆料 某著名演员任妻 在片场中和制片人发生关系 甚至还和已婚男主组成剧组夫妻 而且在卓伟的爆料中还提到 该人妻已经和制片人在一起很多年了 甚至在剧组中人尽皆知 晚上经常发出令人脸红的声音 并且在这个爆料发出之后 很快便有网友以剧组人员的名义 进一步证实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据该网友回忆称 当时的剧组拍摄地点在野外 因为没有住宿条件 所以全剧组的人居住都是搭设的帐篷 而两人晚上闹出的动静 吵得整个剧组都无法安心睡觉 虽然这位网友的发言 我们无法证实 可能是谣言 可卓伟在之后给出的信息 却直指贤妻刘涛 不过卓伟也并没有明说 再加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所以这件事情随着热度的消散 慢慢地也无人在提起 随着这时 刘涛的好姐妹蒋新 却突然在这堆即将熄灭的火堆上 重新添了几根火柴 蒋新为了维护姐妹的形象 在微博中怒斥卓伟 说话要负责任 伤害我姐妹就是伤害我 这无疑是向大众承认了 卓伟爆料的女主人公就是刘涛 蒋新的这一操作直接惊呆网友 毕竟卓伟并没有点名刘涛 蒋新却直接让刘涛坐实了谣言 而且蒋新并不是一个人 韩雪在采访中的无意爆料 更是一把将刘涛推进了火堆的中心 当时韩雪接受采访回答问题 似乎是想到了娱乐圈中的一些乱象 便随口说道 某位女演员技术很好 并且还经常耍大牌 要知道 韩雪是娱乐圈中非常特殊的存在 出道多年没有一点绯闻 甚至因为身份特殊 在娱乐圈中也几乎没有仇人 出道多年也没有恶意抹黑过任何人 所以 她的无意爆料对于网友来说 显然更有说服力 而一些动作快的网友 也通过各种蛛丝马迹 很快便再次将目光锁定在了刘涛身上 不过 刘涛对于这些事情始终坚持着 轻者自轻的原则 并没有任何的回应 对于诸多传言如同断网一般 这样的态度也让网友们看到了刘涛的底气 人们不相信 能够帮丈夫偿还巨额债务的女人 会是一位生活不检点的荡妇 虽然在《欢乐颂》拍摄期间 刘涛和杨硕传出绯闻 拍摄完成之后 两人依旧像在剧中一样亲密无间 在《欢乐颂》发布会上 他们自然而然地实质紧扣 刘涛甚至还贴心地为杨硕整理领带 但是这一切在网友们眼中 却只认为这是剧组的有意安排 并不相信两人的绯闻 在2022年 又传出刘涛与小鲜肉当街搂报 有知情人称 是因为刘涛答应给小鲜肉资源 但是事后却又只管享受 将自己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小鲜肉才会恼羞成怒 故人曝光此事 刘涛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 亲者自亲的处理方式 任谣言伤我千百遍 我仍带谣言如初恋 网友们这次也学聪明了 没有见到实锤证据的时候 不为所动 让造谣者达不到目的 谣言自会散去 而造谣者这次似乎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一副誓死如归的状态 竟再次爆料 刘涛有私生子的消息 不过最后也是拿不出什么有效的证据 所以这则消息同样真假难辨 也没有造成刘涛的塌房实锤 毕竟现在的照片都是可能长得像 也可能是AI合成 并不能代表真相 刘涛最近接二连三的被爆绯闻 是真是假尚未可知 但是他嫌妻的名号却是实至名归 是刘涛通过自己的汗水一点一点换来的 现在网上流传了一句话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网络上的信息太多 真假难辨的信息更多 并且一个人的价值不能仅仅取决于 他们的绯闻和负面新闻 让我们共同营造出一个积极向上 真实可信的网络环境 为娱乐圈增添更多 健康向上的正能量内容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